三藩市日落區一個華裔警員 今天清晨阻止一個汽車爆竊案 匪徒的時候受傷 匪徒開車將警員拖行 警員沒有生命危險 匪徒仍然在逃 黃英光報導 案發現場在Irving街甲43 Avenue 警方表示凌晨2時左右 日落區警察分局的警員抵達現場 調查汽車爆竊案 報案的人說見到匪徒從天窗 進入一架泊在街上的汽車裡面 警員抵達之後 見到匪徒從汽車裡面出來 並跑向停在附近另一架汽車想逃走 匪徒上車坐在司機位之後 警員嘗試從打開的車門抓住匪徒 但匪徒直嚇開車 將其中一名警員在街上拖行幾冊 警員送去附近的醫院接受治療 他沒有生命危險 代表日落區的市參視英加勒 在X平台發文表示 受傷警員是駐守日落區的華裔警員 Jeff Chen 他被匪徒汽車拖行時割傷 以及受了瘀傷 日落區分局局長表示 當時Chan和拍檔警員Simon Wong合作執行任務 欣加勒讚賞警員英勇執行危險的工作 警方說 涉案匪徒一度和警員展開汽車追逐 當車上了高速公路之後 加州公路巡警接手追捕匪徒 但最終在東灣失去了涉案汽車的蹤影 視察市英加勒今年4月份的通訊 曾經介紹警員Jeff Chen 他在三藩市長大 2018年加入警隊 現在27歲 巡邏日落區已經有兩年時間 26台記者黃欣光報導